我們要介紹的小說是《淑女養成記》 這是一本被拍成電視劇的小說 她獲得今年金鐘獎迷女劇集獎 這本書敘述一位台灣女性從小到大的故事 故事的內容精彩又生動 插圖豐富又有趣 是一本值得閱讀的小說 請問羅捲的俗稱是什麼 線索在97頁的圖片裡喔